大角咀 大角咀有什麼好介紹? 鑽灣有間可以喝酒 有腳踏下的,西餐 很適合,去那裡拍拖就很適合 我和老婆也有時候會去 大角咀有很多東西吃 例如腳踏和喝紅酒,正 在哪裡?鑽灣 那間新開的牛扒和喝酒都很好 我見到下班很多人在喝紅酒 前面有一間鑼扒和喝紅酒 這麼棒,我去試試吧 謝謝你 其實也很划算 女婿,謝謝 酒就簡單了 街坊說牛扒一定要試 那一定要吃 還有什麼好呢? 豆豉鯰魚? 好,謝謝 在西餐的頭盤,當然要吃一個 Cissor Salad 大家會否發現到 Cissor Salad的面子很多時候是煙肉 這個是沒有煙肉的 另外它的魚是很特別的 看清楚,不是提魚 而是豆豉鯰魚 為何會這樣做? 隔離 而且它在焗的過程當中 不僅有豆豉鯰魚 還放了麵包 讓麵包吸了豆豉鯰魚的油 哇,麵包就很有豆豉鯰魚的味道 馬上試試 看一看 平常我們就這樣打開罐頭吃的豆豉鯰魚 很多油的 現在沒有油了 而且很乾身 所以吃下去有少許 感覺好像魚乾的感覺 這個就是剛才老闆 為我們這個沙律而配的 德國汽酒 當中酸度比較高 他配這個沙律非常好吃 而且我還喝下去有種 有種toasty的感覺 真棒 不好意思先吃了 因為真的實在太好吃了 這個是scotch egg 平常我們吃的就是用流心蛋 這個厲害了 是用皮蛋的 我吃下去的那種感覺 真的完全是皮蛋味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很流心 而且皮蛋很軟 最棒的就是它的肉底 應該要配一瓶酒吧 應該要配一瓶酒吧 哇 細心的老闆 他選了一瓶中度酸性的紅酒 為什麼呢 因為皮蛋的鹼性比較高 所以這樣就可以平衡 另外喝下去的時候 很滑 我告訴大家 這個肉當然是豬肉 不過是豬的哪裡呢 原來是豬的麵豬燈 所以吃下去不僅是淡淡肉 而且沒有脂肪 所以很好味道 另外它的醬汁 是用傳統的方法 即是甚麼 即是不用奶油 而且只用大量的芝士 以及用蛋黃 混合在一起 吃下去的時候 口感很足夠 而且很飽肚 老闆說我配了這個 就是紅葡萄做的白酒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個酒非常清淡 配上卡邦尼意粉 很多人會感覺到 卡邦尼意粉 吃下去的時候 好像有點膩膩的感覺 所以配上這個的時候 就剛剛好 這塊牛扒真棒 完全沒有急凍過 即是配合著那種肉汁 當然要配酒 配酒當然要說Mathiel 不要再一齊來 快點一邊吃一邊聊 Hello Mathiel 你好 其實我在現場當中 看到你們有很多種不同的酒 為甚麼酒可以賣到這麼便宜 這麼便宜 因為其實我們特意選的酒 很多時候不是選大裝 名牌的酒 而且我們全部都有試過 我們確保一種酒是好喝 價錢亦會相反一點 另外我們也會找到一些 不同國家的酒 比較特別 例如泰國、日本、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Mathiel 我看到這些食物很特別 又有皮蛋 又有豬的麵豬燈肉 其實這麼特別的菜式 你怎樣想得到 我們亦想做到一些 比較融合的菜式 與其他餐廳有少許不同 可以做到一個比較 就是我們比較珍貴的菜式 哇 非常之好 今天謝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 謝謝